回到新闻现场来看看这样的画面 屏东有一家民宿的小帮手 趁休息时间跟朋友外出小酌几杯 不小心喝醉了 当时他头发垂下来 很像是电影里面真子的姿态 爬到民宿大厅 看到这一幕 民宿里两个男子吓了一大跳 但是看到女子他以大自行 躺在大厅的蓝骨头上 也担心他会走光 立刻拿抱枕帮他挡一挡 而且一路照顾他 直到酒醒天亮 恐怖电影里头的片段 真子头发盖住全脸迅速爬进来的模样 常常是吓得观众哗哗大叫 没想到这情节竟然在现实生活中 真实上演 透过金石器画面 可以看到民宿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女子头发垂下努力向前爬行 最后呈现大字形 直接把大厅当成卧室 到头呼呼大睡 这情况让一旁的男子看傻眼 他当时就是因为都是有点多 然后因为时间也比较晚 然后他就试着努力的 想要回去自己的床上睡觉 所以他可能一进门就看到 那个蓝镇头和蓝木头 他就直接躺下去了 就怕女子曝光两名住宿男子 赶紧上前关心 拿抱枕帮他挡一挡 原来这名女子是屏东一间民宿的小帮手 趁着晚上休息时间 和其他朋友出去happy 扫酌几杯 但几杯黄糖下肚后 因为不生酒力 酒太白出 小帮手可是睡得好安稳 直到酒醒后才知道 天哪自己竟然做了蠢事 老板也希望他未来能寄取教训 别再以真子的面